欢迎回到飞帆大探索 台中有一家吃到饱的餐厅 客人形容说这餐厅的食材很浮夸 因为包括有无限量公益的鲜虾 还有台菜 另外还有澎湖牡蛎 北海道大干贝等等 三四十种的鲜味熟食 招牌的古早味焖鸭汤 鸭肉有鲜炸过 所以吃起来味道很鲜香 口感很柔嫩 另外这道比较南部口味的 西瓜棉丝牧鱼 鱼肉吸饱了汤汁 滋味吃起来微酸清甜 因为料理通通吃到饱 所以在台中成为了 民众聚餐和热门的餐厅 一整容泰国虾 地缘毫不手软 全倒入水族箱 让鸡肠碌碌的食客们 夹虾吃到饱 还蛮好玩的 虽然我不敢直接走 但是还蛮好玩的 我觉得其实蛮划算 而且你这种海鲜在外面买 一斤生的就不知道要多少钱 你人多又划算 那因为我们当然都有家庭 所以我小朋友 其实你来这边带什么来抓虾 也是蛮有乐趣的 看看客人甘愿罚站夹虾 就知道虾子有多新鲜 胃口大的朋友 一旁还有生鲜熟食 有新鲜蛤蜊 北海道生食及大干贝 和超大蛙弓堆叠出的澎湖牡蠣山 另一边还有蛤蜊丝瓜 旁贡贡的猪脚 通通给客人吃到饱 如果平常去一般的餐厅 可能虾子就是没有办法很尽情的吃 但是在这边是可以 任由你自己怎么夹 自己烤 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那如果吃到一半的话 你会觉得想要换个口味 你又可以吃台菜的部分 流水虾现夹现烤 一只只摆上烤肉网 慢慢的把虾子烤到手透 看起来就像是一朵绽放的虾子花 虾肉烤得热乎乎飘香诱人 表面烤得焦香 肉厚紧实吃来鲜脆 海鲜都很新鲜 对啊 而且吃起来很鲜甜 然后也都可以自己夹 然后蛮有趣的 跟家人朋友来 适合三五好友聚餐的 泰国虾吃到饱 老板张招富是云林曾咖宁阿 先前开台菜餐厅 生意却越做越差 逼着他转型 整个数字往下跑 对啊 一个月是二彩十万再亏了 所以后来因为刚好 台中开始流行的流水虾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流水虾吃的是泰国虾火的 那这个虾子到哪一间吃都一样 那不如我就把它跟我们原本的元素 架在一起 于是全台第一家 台菜结合泰国虾吃到饱餐厅 就出自他之手 而原本餐厅里的招牌菜 古早味焖鸭汤 现在也是无限量供应 但做工一点都不马虎 鸭肉一定要先用菜刀剁得粉身碎骨 我们必须要把它的骨头先剁碎 剁断 你要破坏它的骨头的组织 因为已经破坏过它的组织了 所以你在那个肉 它就比较不会那么柴 鸭肉被剁得骨肉分离 轻轻一折 筋骨变得相当嫩Q 鸭肉上刀山 接着再下油锅 把身上油脂通通逼出来 鸭皮要先炸过 因为它本身鸭肉 它本身就是有满满的一些油脂 所以把它的鸭肉炸过之后 它的肉质也比较能锁在里面 锅里放入白菜 香菇和虾米 摇入一勺高汤 再加入鸭肉 经过大火焖熟 胖咣咣的古早味焖鸭汤 烧得咕咕冒泡 喷香味美 不断冒出浓浓鲜味 厚实大块的鸭肉表皮弹嫩 重点是肉吃来软而不柴 搭配吸饱汤汁的冬粉 口感滑溜 让人想多吃一碗 它喝起来是很舒服的 而且是很浓郁 我觉得它就是浓而不腻 那我觉得非常棒 就是也是我很喜欢来这边喝的 选择的一种汤品 暖胃的焖鸭汤让客人频频称赞 但在还没开店之前 为了养家 张昭富做过补习班业务员 甚至因为长得比较凶狠 还受朋友邀约到地下赌场当为室 可能本身就看起来比较高大 对 那时候因为一心想要赚钱 所以朋友介绍的时候 也没有想太多 对 比较迷失了自己 相对的这样的钱 我虽然是赚得很快 但是也会良心不安 因为毕竟好像这个 不是那么正规的情形 心里很知道 这样的人生并不是自己想要的 于是他回想起烹煮料理的那份热情 找了大厨拜师学艺 就在一次机缘下 看到了老房子出租 也让他有了创业念头 格局很大 然后都是红砖堆叠的 我就想说 这个跟我小时候 去人家吃板的那种情形 还蛮香香的 对 所以我就跟朋友说 那不如我们就尝试 从台菜这方面怎么样 因为毕竟自己也有兴趣 于是店里吃到饱菜色 卖的全都是小时候回忆 难不口味的西瓜棉丝木鱼 桃锅被烧得热气沸腾 光看就引人失欲 鱼肉表皮吃来痰嫩 肉质含有厚厚一层丰富的胶质 与汤透出淡淡的西瓜清甜 喝来温润顺喉 它就是有一点酸味 但是我觉得又不会太酸 然后又带入了那个丝木鱼 我觉得丝木鱼就是配合得很刚好 就是一个很特别 然后很爽口的一道鱼菜 客人推荐的还有高纲的 土拓鱼海鲜根 要让根汤喝来先甜 张招复花心思研究 多加了这一味 土拓鱼最重要的就是 它最后面那个步骤就是蛋出 就是用一些那个勺子 有动的那个勺子 对 这样慢慢地过滤 它从上面流下去 就变成一湿一湿一湿的 这样然后一湿一湿这样子 在瞬间炸完之后 它那个香味会更散出来 土拓鱼海鲜根加了蛋酥 味道特别香浓 酥炸土拓鱼口感油润 肉质特别细致 酥脆的蛋酥混合卤大白菜 吃在嘴里卡滋卡滋蛋香醇厚 那个蛋酥弄得很香 然后再放到汤里面 那个口感是很融入的 对 我们很常来 对 然后又离家又很近 去餐这样很适合 回客率高的吃到饱餐厅 是张昭妇想给客人 回忆小时候的味道 虽然生意难做 得靠噱头吸引人 但他还是坚持 味道一定要能够感动客人 让他们来到这边 除了可以玩 可以吃到虾子 也是希望说让 来进来这边的 一些年龄年长者 除了环境 让他们感受到 以前的那种骨色骨香的感觉 也是希望说 就用这个菜色 让他们更知道说 台湾其实还有很多 道地的台湾菜 因为认真努力 无论大环境怎么变 张昭妇一心想给客人的 就如同滚烫的热汤 诚意十足充满热忱 客人品尝到的每一口 都是他对料理的一片真心 欢迎再度回到 飞凡大探索 在台南成功大学附近 有一家麻油机 贴心的老板娘 担心有一些学生 可能不敢吃酒味太重的麻油鸡 所以特地加进了药膳来调和 让味道变得更甘甜 鸡肉也特别选用 当天新鲜的鸡腿肉 熬煮过后 口感鲜嫩又不失嚼劲 最贴心的是 为了提醒客人 店里的麻油鸡 可以免费无限加汤 所以所有工作人员制服上 都写着可以加汤800次 很多客人看到之后 就会发出会心的影响 这里排队就排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吃到这个就觉得很好吃 鸡肉我觉得跟外面比的话 这一间比较嫩一点 排不到音乐时间 就排起长长的队伍 简单的店面 平静校区 客人多半是学生 每一碗汤里 都能碰见韩惠芳 很爱孩子的心 阿姨我还想要喝汤 刚开始是这样子 我没关系就加 免费加汤怕别人不知道 还在衣服背后印了字样 我太太想说 没关系啊 学生嘛 就是民用前也没有说 像社会的人是这么同意 没关系 能吃就尽量让他吃 黄慧芳拥有丰富的 绊斗经验 他融合过去的经历 把高丽菜加进 要善麻油鸡汤口味 更加清甜 亲生和女儿在外场 各司其职 为这碗汤多了份家的味道 我们这个是一家人在做 所以就是大家分工 也不是我一个人 可以这样子做起来的 从采买到烹调 大家分工合作 老板采购高丽菜 黄慧芳和女儿 每天早上都到台南永康的 冰拿棋挑选新鲜鸡肉 因为我们是坚持要采用 当今现在新鲜的鸡肉 所以我们会来先挑一挑 挑了它等一下会帮我们送过去 就是因为它是台湾鸡肉 不是那种进口鸡肉 也是要看看一下 今天的品质好不好啊 对有时候肉 肉大小啦 有的太大有的太小就行了 因为我们都有固定的大小 蛮严格的 然后他来找我 一直叮咛我 一定要给他用新鲜的 我每天早上就是 到我就是先挑他的东西 亲密亲为 打官品质 女儿陈树娟 跟着妈妈 从做中学 改天是要传承给他们啊 叫他们来多看看啊 看看怎么挑怎么用 他煮的时候也会教他们这样子看 回到店里才买回来的老姜 细切纯姜片 台南的这西港的在地的麻油 就是纯正麻油 没有用调和的 调和它可能有加沙拉油那些 所以我们就是用纯正麻油 味道也比较香啊 把它爆了香味出来 香菇稍微微微卷卷的这样子 就可以了